来到台北市文山区猫空每家茶园体验一日茶农 穿戴斗笠披上客家花布袖套 背着小茶楼到茶园实际体验采茶 并听青农讲师介绍木榨铁观音茶叶的采摘 尾雕 浪青 柔茶及烘焙等反复制成 品尝金黄绿色榨茶叶酥与铁观音好茶 很开心 然后可以混到体验的草还有荣的过程 谢谢今天很棒 太开心了可以来再次来到猫空来参与 身为台北市的新移民 所以很幸福 然后可以更了解当地的文化 谢谢维山区有这么好的好山好水 供应我们可以体验可以品尝 谢谢 我觉得今天就是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从小就就是采茶叶长大 但是我只有采过茶叶 我没有采椅子做的过程 那反而是今天体验了之后 觉得就是还蛮开心的 茶叶聚集之后呢 你可以让它像翻跟斗一样往前翻 或是往后翻都可以 或者是你要直接直上跟直下也可以 那我们手都是松松的 松松的去拌它 这样去拌它 那每一个叶子都要拌到哦 OK 阿欧来可以把你的手都不用开 也不用这样都不用 就一直维持这个姿势这样揉 然后你也不用很忙 这样子打太极不用 我们就是维持这个姿势很优雅 好那去包你的茶叶 去把你的茶叶包起来 你的手去包你的茶叶 包起来后好 然后你就开始画一个圆形 哎呀你们投资要记得维持 对 旁边一颗球就对好 它挺用力 对 那你要聚集一点 因为你看你这个小孩都没有闹到 好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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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你往上拉整个树会动它会受伤 然后来这一次有一星而已的中间一个星旁边长个月 第一个月 折柄一个星旁边都要踩下来这样就OK了 那有的星会比较小有的星会比较大 所以你踩的时候要看仔细在踩的话 文山区公所也邀请新一鸣共同参与体验 冒空茶园的风景与越南相似 感受茶文化之余也一解思想情怀 身心得到抒压 同时在活动中 公所也对新一鸣朋友宣导市府人口政策 判协助提升生育率 谢谢 记者文君台北报道